叶太太 熊戴玲小姐 叶太太真的来了 熊戴玲难得登台 要代付叶问来谢票 因为叶问3上映至今 不到一个礼拜 就突破1.3亿票房 没想到这么快 就已经到1.3亿了 所以真的这个幸福来得 真的蛮突然的 真的要谢谢台湾的隐秘 因为我加了真的 加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会觉得那时候的感觉 眼睛里面 就是一种单纯 没有太多的人生经历 三度饰演叶太太的熊戴玲 八年时间不断精进自己的演技 回头看看以前叶太太的眼神 现在多了份浓厚的情感 那个真的是 一次马上就哭出来了 抱着她一直在那里痛哭 真的停不下来的 在第三集中和真子丹的感情戏 每个眼神举动都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现实生活 熊戴玲不奢求当伟大的妻子 而是希望能常伴对方 每个人都是希望可以多一些时间 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的 那有准备好可以进入婚姻的事情 因为整个人已经成熟了很多了 其实我一直祝福他 因为我希望 希望我的朋友全部都可以幸福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幸福 熊戴玲早知情郭富城有心欢 大方献上祝福 也希望自己能够早点和男友 郭可颂定下来 有好消息肯定告诉大家 记者熊志寻清台北报道